Hello 大家好 我们所看见的 这种快转的 原机件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 电容器 既然是电容器 那么它就有 除尘电后 充电放电的功能 而这种电容器 在电路当中 它往往是起着 抗干脑 的作用 那么在电路当中 它是变连在 这个电路当中 组成变连的 电路连接方式 在我们的 教材上面 就是 这种电路图符号 它是用 这个固定电容器的 型号来标志 这种 无极性电容器 就是说 没有正负极的 就是无极性 电容器的 这个标注符号 我们通常在电路当中 用 XC来表示 这是X电容 也叫做抗干脑电容 它是直接 变连在输入电路当中 所以 在电路当中 它两端的电压 应该就是 电源电压 下面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两个角 之间是不是 电源电压 220V 好 我们直接通电 插入管架膊 防止 转路 下面我们 直接 两个表壁 并连在 这两个焊盘之间 这样测试出来的 就是 背面这个电容器 升上 两端的电压 我们看 这个电压值 225V 并且我们 清晰的看见 表头上显示的是 AC AC就是 交流电的意思 所以 这个电轮器 就是 变连在 这个电源输入 电路两极之间 火线和连线 你明白了吗 点击下方小黄车 关注每一灯主页 进入装栏 更多精彩 全面 详解的电子知识 好 下期再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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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